我超喜欢这种城市里面的花园餐厅 环境又舒适,交通又方便 最主要菜品一定要好吃 哈喽,萨瓦迪卡,我是丁丁 今天在曼谷的城市花园餐厅 今天的这家餐厅啊,紧挨着城市公路 却被大量的植被包裹成了一个室外桃源 每当夜幕降临 餐厅内还有乐队,现场演唱 今天约了丁丁一起吃饭的 是在泰国工作的中国姑娘Missi Missi是一位拉丁舞者 她的性格开朗,外向 心情好的时候啊,还会开直播 和她的西班牙男友一起教大家跳舞 Missi来泰国六年了 之前一直负责普吉岛的业务 由于疫情,普吉岛的工作量大大减少 于是她被调来了曼谷 她说她和男友都非常喜欢泰国的生活环境 他们希望婚后也能留在泰国继续生活 这应该也是很多中国留学生的梦想吧 我想采访一下我们小美女 今天我带她来的这个餐厅 她喜不喜欢,喜欢在哪里 这一次觉得真的很荣幸 然后又丁丁姐介绍了一个地方 我觉得要过来尝试一下 尝试的还是很美吧 而且色彩也很地道真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环境刚刚听起来 我觉得有点像欧美 男士情,家庭啊,觉得都很舒服 我觉得不只是说我来就是来拿卡 最重要的是跟谁人来 是的,我一直说吃饭的话就是 不要管吃什么 但是最重要是跟谁吃 今天我们好吃的也吃过了 聊天也很愉快 环境也是美美地 赴助她跟西班牙的男朋友 早日有一个很美很可爱很健康的宝宝 谢谢,谢谢绿丁姐